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蔣萬安發布文化政見 包括將文化局及所屬機構預算逐年提升 四年內增加至總預算的4% 也要舉辦台北國際潮流音樂節 打造複合式展演活動 擴大培訓文事 生態導覽 專業志工及政召制度 我希望透過五個方向來進行 一文節慶 文創產業 文化預算 文化場域 文化記憶 接下來我將一一的跟大家說明這五個面向 文化一文節慶 我希望能夠跨域的展演大未來 從台北國際潮流音樂節開始 推動跨界大型的展演活動 其實我們可以借進很多國外的例子 包括我之前提過 美國德州奧斯汀的新南偏南活動 我們從一開始他們舉辦的音樂節 後來納入了電影 多媒體 包括新創科技 甚至討論了很多新創教育環境永續的議題 所以透過這樣子跨域的展演 其實也帶動了相關人才的培育 產業的發展 也能夠跟國際接軌相互的交流 所以我想進一步的整合 目前包括我們台北流行院中心 表演藝術中心 台北市的文化基金會等相關的資源 透過公私協力 打造複合式的展演活動 達成產業升級 活絡經濟 影技人才 接軌國際 讓台北出現在世界的形式上面 這個是我非常非常強調的目標 第二 文化創意產業 文化創新無限加 我想這個是我第二個面向 非常重要的一項任務 推動內容創作與IP品牌 提升旗艦計畫 建立資源媒合及服務平台 設置文創產業投資基金 我們非常希望未來 我們透過這樣子 特別成立一個投資基金 規模大約10億 然後能夠透過專業的投資機制 來鼓勵 扶植我們文化創意產業 那我們希望 將這樣的投資目標呢 特別放在 不只是我們影視產業 更含瓜了 一文展演 文化科技 永續設計 書版發行 IP品牌等等 我想這個才是真正 能夠包括 幫助到我們所有相關的文化創意 第三 文化預算 預算提升 打造文化城市 其實我們也看了 這幾年 台北市政府文化的相關預算 110年度 台北市文化局及所屬機關 總預算約39.6億 占市政府總預算 2.27% 那112年 宋交市議會審議的總預算當中 文化局所屬預算 一直占了約 2.62% 所以我具體主張 將文化局及所屬機構 預算呢 逐年提升 而在4年之內 總預算 文化所屬預算 要佔總預算 4% 提升至4% 那我們估算在這邊 大約是72億 那我們希望具體是用4% 來做一個未來固定 我們文化及所屬機關的預算 然後這些增加的預算呢 要用在什麼地方 這個非常重要 我也具體提出來 要擴大 推動文化藝術的獎補助 人才團隊的扶植 文化業務的推動 逸文節慶活動 逸文館所營運 文化資產活化再利用 文化創新等這些領域 第四個面向 文化場域 解放空間 我想這個也是現在市民朋友 非常關注的議題 未來我希望能夠擴大 台北文化雙軸狼帶 廣設多元藝術展演空間 也就是 我們希望能夠 有更多類型的 替代空間與展演空間 我們要先盤點並整理出 更多的多元空間 提供政策誘因 而且鼓勵民間團體及企業 也提供一些多元的展演地方 讓台北市擁有更多元的藝術及展演場域空間 唯有友善的文化場域空間政策 才能讓文化團隊以及人才得到基本的發展 保障與環境 那我想這個部分 我希望強調 我們希望做法規松綁 行政支持 也就是當我們盤點 這些多元的展演空間 我們希望能夠將他們的使用 能夠 不要受這麼多法規的限制 那行政程序上面 我們可以最大的支持 我想這個是我身為市長 未來最重要的責任 也是我的使命 第五 文化記憶 整個台北市 就是你的博物館 我想未來我們要導入更多的社區營造 提防創生 那目標 我們要推動 台北市100條文化生態小旅行 包括我們現有的 溫羅丁 大家很熟悉的 包括赤峰街 過去我們叫打鐵街 包括大稻城 包括東區商圈等等 我想這些 我們都是目前規劃 非常受民眾喜愛 但還有非常多 我們可以把它發掘出來 然後做一個完整的規劃 吸引更多的民眾 甚至國際觀看 來到台北 體驗台北深厚的文化地域 所以我們希望社區營造 地方創生的導入 結合城市行銷 以及觀光旅遊 所以城市的文化治理 必須要透過文化友善的環境與機制 來豐富文化的資源與動能 讓市民 不管是在表達溝通 探索思辨 美感體驗與創作 甚至追尋自己與這片土地 歷史 他人的意義連結 都有更多的空間與選擇 那我一直很強調 未來我對台北市城市治理的理念 公私協力 讓藝術文化人才與團隊得到最好的政策支持與發展環境 他針對文化政策提出五大面向 同時邀請文化領域專業來支持 萬安它是一個懷抱 也非常了解 文化除了經濟價值之外 它還有內在的價值與社會價值 所以一個文化政策與發展 在萬安的心裡 它最核心的就是一個所謂的人 台北要作為一個文化城市 首要之物就是要打造一個友善的環境跟機制 也就是像他剛剛所說的 透過公私協力 相信專業治理 然後讓藝術團隊跟人才 可以得到最好的政策 支持與環境發展 那麼我想以人為本的一種友善的環境 其實它就是一個萬安 一直不斷地在強調的所謂的永續 也就是文化應該是要有永續的 所以要以人為本 然後呢市民他要有感 然後他要有機會跟平台 可以去參與他的一種發展建構和行數 所以不管是100條的這個文化小徑 或者是各種藝文節慶等等 市民他是應該是可以熱情期待並主動參與 那台北作為一個在華人世界 甚至亞洲世界裡面 我們的文化的發展 我們非常驕傲的 那可是他不可能不前進 他需要前進 所以未來這兩個字 事實上我覺得是剛好是萬安所做的 各位可能對於文化 可能沒有這麼強烈的敏感度 像我們的話 我們其實不會再談無強美術館 不會再談無強博物館 因為這是二十年前的老概念 我們現在在談的是你跟博物館的關係 就是市民跟博物館的關係 市民跟美術館的關係 市民跟文化館所的關係 因為這個是一個 那大家知道 那人工智慧演算法 然後現在很多都是客製化的關係在那裡面 整個城市其實就是你的美術館 整個台北就是你的博物館 我們可以做到這一點 那為了做到這一點 所以你就會看到有所謂的100條的 這個所謂的文化旅行路線 各位不要小看這100條文化小旅行這路線 它其實就可以讓社區的 街區的地方的這種所謂的獨立書店 個性的工作室 咖啡館 那畫廊 那life house 等等之類的 它就會得到很多的支持在那裡面 我想這個大概就是讓各位了解 我想萬安在這一次的政策裡面 也許 那沒有想像的 就是可能大家會覺得 這一些好像老生常常其實一點都不是 它就是一個未來 所以我們有無限家跟你 剛剛好其實就是萬安一直在倡導 你家就無限 那這是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陳老師 劉老師 今天很高興來這邊 為我們這個文化政策來特別講幾個重點 我想文化政策對於文化藝術團體來說 最重要這幾個重點 一個就是 就是錢 就是資金 然後人才 平台等等幾個概念 那麼在錢的部分呢 很多的文化藝術團體 它需要的可能是政府給予比較多的獎補助 尤其是當它發展已經成為一個比較弱勢的一個領域的時候 需要是一個獎補助的機制 所以在這份政策當中 對於獎補助的這個加大力道 給予倍數的這個投入 這個是我想會對文化藝術圈的團隊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這幾年疫情的關係 我們國內有非常多的這個藝術團體 說實話真的是已經到這個崩潰解散的邊緣 所以這個時候作為一個政府擁有這樣的資源 這樣的一個資金呢 應該來挹注來協助他們 當然從產業發展的角度 最重要的另外一個部分 是在於怎麼樣引進資金 讓它更健全的發展 所以需要引進這種投融資的機制 尤其到這種創投激進的部分 怎麼樣有效的來引導民間 更大這個幅度的來投入到我們文創產業 文化產業的發展 我想這個是今天的一個重點之一 那第二個重點是在於人才培育 整個人人才扶植的這個部分 也是一個重點 我們看到剛剛這個萬恩的這個說明當中 關於這個文化小旅行的100條文化小旅行 可是在運作的機制上 特別強調要透過結合民間 公司協定的方式 能夠讓我們更多的文史工作室 更多的民間社團 更多的這個團隊 乃至於企業 他願意投入這樣的一個文化路線的開發 乃至於我們政府給予提供各種的文史的這些 培訓講座 然後給予證照 讓我們所有更多的市民 本身以台北為驕傲 願意為台北來代言我們的各種文化生態的這些內涵 來迎接來自於世界各地的遊客 同時能發展出我們台北獨特的文化魅力 如何保障文化的預算呢 一次性的把它做為政府總預算的4% 這個其實是我們在中央政府訂立預算的時候 我們要保障教育投資 我們要保障科技投資 其實最好的方式就是訂出一個百分比 那麼以今天台北市的總預算的規模 4%就是72億 那其實就比現在的提升呢 已經幾乎到加倍了 那大家會想 為什麼在整個文化的部分要一下降越升 因為台北市現在面臨下一任市長 最重要的挑戰跟職責 就是台北市的重心呢 是一個要由硬轉軟 由原來的很多硬體的大投資 現在慢慢都已經進入到完工收尾工程的時候 接下來我們要大幅的提升軟實力 才能夠達到蔣萬安一直提出的 我們台北重回世界文化形勢力的大目標 蔣萬安說要推出100條台北文化生態小旅行路線 屆時將可帶動附近的咖啡廳 獨立書店 讓居民及訪客都能親近大台北每個角落的故事 記者溫君臺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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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